好 政治焦點 我們記得在民主黨黨主席選舉前 賴清德最後一戰 來到了台南 那個畫面大家歷歷在目 他這一排叫這個台南的首長 站起來跟民眾公開道歉 也跟黨員公開致歉 真的 上任之後 開始展現了改革的決心嗎 要來處理包含了八八槍擊案 甚至光電立案嗎 我們看到台南市的政府議長 已經遭到檢調調查 那相關的一干人的 已經被關進去大牢裡面了 我想先問一下家明 而賴清德這麼做 有沒有看到真的積極改革的成效呢 好 其實賴清德上來就說 兩件事情要先處理 第一個是黑金 第二個是抄襲 現在看前幾天我們在講抄襲 現在黑金 現在最新民進黨中平會 已經把齊莉莉 他們這兩個人是停權三年 看起來黨基礎分很重 但是他會覺得說 你是玩真的還玩假的 你三年 你接下來四年後 你還是可以選啊 對不對 所以你停不停權沒有差 那剛剛明俊也講到 去年11月這八八槍擊案 去年年底我去了一趟南部 那也跟基層員警 有碰到面聊了一下 他們說八八槍擊案 他們去調查 警方不是沒調查 一調查下去發現牽涉的人 超過300個 300多個人 所以這已經超過警方 可以查的一個範圍 所以他們就把資料 交給檢方去辦 所以當然檢方在今年1月3號 1月初就展開第一波調查 那個時候邱莉莉 50萬元交保嘛 對不對 林志展20萬元交保 不過到了昨天台南市調處 進行第二波調查的時候 大家想說 哇 可能有新的進展了嘛 對不對 但是你們要討 在今天凌晨出來 邱莉莉150萬元交保 那林志展120萬元交保 金額都提高了100萬有沒有 所以表示說 現在在查的是 邱莉莉的住家當中 有一個200萬元的可疑金流 那要比對說 這些在押的被告 跟他們的公訴 跟這兩個人交叉比對 有沒有出入 那現在金額提高 是不是也表示說 涉案程度升高了呢 那其實之前謝龍介 這次有參選這個檀檀市長 他就有提到就是說 郭再清那個時候 要支持邱莉莉擔任議長 而且開出了 前金200 後謝300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只要支持邱莉莉 我先給你200萬 等到你真的投完給他 之後開出來是他的話 好 我再給你300 有這樣的會選傳聞 這是謝龍介說的 那其實大家會想說 那郭再清 你為什麼要挺邱莉莉 對不對 原因是什麼 主要就是因為 在前任 現在來講的前任 前任的台南市議長 郭信良 他其實在光電的部分 他劃下了一個紅線 也就是說我在台61線 以西都不能夠設立 這種光電板來做發電 但問題是 我民進黨我想要突破 我想要衝破這個紅線 那怎麼辦 我就直接把議長換掉就好了 我要新的議長來幫我 對 所以那個時候包含什麼 北門 將軍 七股 這麼大塊的一個土地 我們要來做 好 那其實可以看到 郭再清運作得非常早 在林傳媒這邊報導講說 去年7月中旬 郭再清就找了知名的綠能業者 到哪裡 民進黨 黨中央 去開始討論說 光電施工的延誤展現問題 那也討論安定區的燃氣 粉化爐等等事情 所以看起來討論的主題 就是在於能源的這個主題上面 對不對 那這個業者也私下抱怨說 被設計了 為什麼 因為配合地方藥角 要求的壓力很大 這地方藥角講的 可能就是郭再清了吧 對 要求的壓力很大 這個大概外界解讀不同 第一個 要求是什麼 你是不是要一些 公明兄一些回扣對不對 再來 要求是不是要 你趕快去鋪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張統計圖表 可以看到 各縣市在去年前三季 太陽能光電的這個裝置量 台南在這種包含 台面上台面下的積極的推廣之後 現在可以發到 1711.3百萬瓦的一個光電 那當然包含後面什麼 雲林 屏東 高雄等等 都是緊追在後 所以現在看得出來 對民進黨這麼來說 它當然要綠能 那我要必須趕快去推廣 那加上太陽能光電 背後又有這麼多的 一個利益在裡頭 當然推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背後有沒有什麼玄機 當然是接下來減掉 要來追潮的一個重點 我們看到 佳明給這個圖表 各縣市前三季太陽能的 光電裝置量 就沒有想到這麼巧合 台南的裝置量是最高的 那這個光電力有多大 因為業者可以拿到 非常高額的補貼 我們知道這小英政府 它是積極推動 包含了再生能源等等的法案 利益良善 可是也引發了不肖人士的一些 私心的盤算 可是說實在話 到底台灣的電夠不夠用 再生能源好 可是電要夠用 這個社會才能夠運作 缺電問題的民眾很關心 你不要說話 政府講說不缺電 可是最近據傳 要重啟個20年前的舊案 來補救台灣的電量嗎 其實說實在要發展 這個綠能來講 其實我個人是贊成 但是問題是你要考慮 跟環境的這個保護的部分 你要去取得一個平衡 那剛剛民進院講到說 現在台灣缺電的狀況 看起來破在眉絕 是的 所以現在 我真的沒有地方可以找電了 現在甚至連20年前的 這個竹壩藍水的計劃 我都要重啟了 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在花蓮的封平溪 它其實是秀古藍溪 第二大的一個支流 看到這個河流 其實都沒有經過什麼開發 但是現在在27年前 有的一個計劃 就是說要在上面 要蓋一個17公尺 跟一個14公尺的一個藍河棒 那裡頭有所謂的發電機組 我抽水進來 透過河川往下流這個水利 來帶來發電 但是問題是 你一旦上面蓋了這個藍河棒 變成說我上面 看起來會風光明媚嘛 三明水秀都很漂亮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下游的這些地方 通通會缺水 因為我河通通都被你擋在上面 所以現在變成說 這個對環境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當然水一少 對周遭的環境 會有很大的牽動 對 尤其是你蓋了之後 這個對環境的傷害 是不可逆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影響非常的大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計劃是27年前提出來的 27年提出 現在還可以適用嗎 你27年前 環評的條件 跟現在就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在這中間 你也沒有再去做環評 那你現在積極的要來推動 這個27年前的計劃 好 如果說發電量很大 那大家部落也都同意 那OK 那對環境的傷害 都還可以討論 但你看這兩部機組 發電量多少 才3.7萬瓦 很少啊 我們剛剛看到光電 是1700多 這個100萬瓦 但是3.7萬瓦而已 那你要造成環境 這麼大的傷害 值得嗎 代價有點高 代價有點高 好 那除了這個水利發電之外 那另外包含還有四階 四階的增益其實也非常大 因為它的環境的影響也非常大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這是全台灣天然氣 接收站的一個規劃分佈圖 現在當然完成了 包含一階在高雄 二階在台中 三階在桃園 這沒有問題 那到第四階的部分 是要協調基隆的協和電廠 那因為協和電廠 我們知道過去 它是靠燃油來發電 但是現在因為燃油的 對環境傷害太大了 我要改天然氣 所以我要這邊蓋了四階 第四的這個天然氣的接收站 但是問題遇到很多狀況 有哪些集我們來看到 第一個 它要蓋這個接收站 它不是說我在陸地上 找一個地方 我去蓋這個天然氣的接收站 沒有 它要填海造路 18.6公頃 等於說我要把整個海 通通把它填平 那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個 旁邊就是珊瑚礁 七萬多顆的珊瑚礁 再來你旁邊基隆港 還有八斗子港 這兩個港 你有可能會突堤效益 你這些流沙 飄沙 進到港口之後 你港口到時候會擊殺 你沒辦法進出嘛 對不對 而且它也有風險存在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再來還有 鞋子電廠它在2023年 要全面改為燃氣電廠 所以這個東西是 接下來要做天然氣 但是在2050年 天然氣要停用了 這是國家的目標 所以等於說你要做 你能夠用多久 所以等於18年 2032到2050年 就18年而已 對 而且你為了一個 用18年的設施 你要把基隆港這一帶的生產 完全破壞掉 而且是不可逆的一個狀況 值不值得 這是第一點 另外G2是說這整個 接收站只有一個碼頭 兩座除草 兩個機組 接收站發電量也有限 而且它跟西半部的電氣網 是沒有相連的 什麼意思 我們再回到這張圖 其實在1階 2階 3階的部分 其實它們都有所謂的電氣網 如果說我今天 討厭觀塘的出現問題 我的天然氣可以從中部 這裡可以支援 可以往北調 如果台中出問題 我高雄可以往北調 但是在邪惡電廠 它是獨立的 所以一旦我機組有問題 我就算天然氣再夠 旁邊也沒有辦法來做支援 我也沒有辦法 運到其他地方去發電 那你這等於說 你是欠缺一個完整的規劃 那這邊我想問一下 這個文綺哥 你認為啦 第一個是 台電想要重啟 這個竹壩藍水的 這個舊的一個提案 它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說實在話 就算重啟之後 它的發電量 也只有3.7萬千瓦 值得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聲浪跑出來 其實嘉明剛才講得很好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有一句話 你只要問題問對了 什麼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因為就一句話 台灣現在的電 根本就是不夠用 全家就不夠了 打開鬧不夠 所以你看到它 現在為什麼要重啟 20年所謂的一個風平溪 我只能跟大家報告 這個政府給你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我們常常講一個狀況 台灣真正需要電的時候 跟大家報告 最需要其實是夏天 可是我們的風真的很強 是東北季風 而且我們大家其實一個 嘗試都告訴我們 風電 光電 基本上它是一個不穩定的 飛機載的一個電力 看天師範的 看天師範 所以有時候一下有一下沒有 所以我們才會發現 台電這次過年的時候 好貼心 好棒棒 還提醒我們說 對不起 記得你的那個插頭要拔掉 各位以前你有聽過這樣話嗎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它已經是捉襟見走 現在如果要重啟 所謂的20年的風平溪 我跟大家報告 那真的是非常的丟臉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那等於有一點味道 就是拿所謂明朝的劍展 清朝的官 各位想想看 20幾年前的 這個所謂的環評計畫 你拿到現在 你不就是要呼嚨大家 你其實擺明了 你就是要騙大家 各位 我們看到 最近好不容易可能才通過的 所謂的大巨蛋 所謂的一個環評 基本上它都是動態 而且是用最新的數據去推演 所以你現在所謂的風平溪 你用20年前 你不是下膝下減嗎 如果我們真的 不管是為了什麼缺電 國安危機 所謂的能源 所謂的這個所謂碳排放 如果我們真的要達到 2030 2050的這個目標的話 給大家一個數字 一台的所謂的飛機 載運的這個核燃料 可以抵得過92艘的 所謂的燃煤船 可以抵得上40艘的 所謂天然氣LNG船 各位 這個答案 我就講了 你只要問題問對了 答案就出來 所以我們非常的清楚知道 蔡英文我很擔心一件事 明君 還有家明 因為他一句話明年 各位記不記得 因為2024以後就怎麼樣 不是我的事了 所以我跟你講 民進黨政府如果還真的 愛台灣這塊土地 這塊母親的話 他真的要立刻的知錯能改 好 那我想問一下文綺哥 我們知道就是因為 綠營力推這個再生能源政策 包含了台南這個地方 毛起來的虧光電相關的建制 但也引發了有關於議長 這個開槍事件的一個聯誼 那這幾天我們看到包含了 台南市的議長跟台南市副議長 又再度的被檢調給提掉來訓問 賴清德上任之後 就是第二次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您認為有沒有真正有解決問題的 一個決心 我必須這樣講 我其實是蠻同情賴清德了 因為各位也知道 之前小麗媛 新姓 日本學者 那個神學者 不是清楚的預測了 民進黨的敗績嗎 後來不是說他可能實在是 稍微接主席接得太早 可是各位他不接的話 他有可能會被玩掉 那他現在接了以後 我跟大家報告 你真的覺得他是玩真的嗎 你可以看到他現在知識很多 像剛才明君你講的 他不是叫到台南開會的 到本命區開會 叫大家要起來說一鞠躬 各位 姿勢真正 但是有沒有誠意是玩真的嗎 對我們老百姓來講 全部都是玩半套 打假球 我要跟大家報告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說會選案 現在我們說 我會說他打假球 各位記不記得 那時候賴清德說他是 是清流 我們先不要引緣重換的 蘇貞昌的話 對不起 當時候李全教的 那個所謂的會選案的時候 我們賴清德好棒棒 我絕對不進議會 對不對 還後來被告上所謂的 什麼憲法法庭 700多天不進去 那現在如果你真的 這件事情是玩真的 你應該告訴你的黃偉哲兄 黃偉哲還說他要送他一個 防小人的 不用防小人 你的小人全部都在旁邊 那你就展現你的魄力決心 你叫黃偉哲現在就不要進去 更何況我要跟大家報告 一個真正最致命的事情是 這個案子他脫不了關係 所以我認為他打假球 為什麼 許再清那個現在已經辭掉 所謂民進黨中評委的那一位 對不起 他那內的爐渣案 對不起 當時候的市長 就是我們的賴清德 抱歉 賴清德 你要不要講一句話 我現在最怕的一件事情 跟明君跟嘉明報 我最怕的是賴清德學壞了 政界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攻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理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